Le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兩位10點鐘方向的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特色是他的伐木速度非常快 而且步兵的移動速度也特別快 賽爾特人後期有遊俠 但是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凱 所以他也被人稱殘廢遊俠 賽爾特人最有特色的東西是工程器 工程器點下金冠賽爾特狂熱就可以增加血量 而且他的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特別快 所以他搭配木頭伐木速度的關係 加上步兵也有工程器製造所的攻擊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他打生頭戰術是非常快成型的 而且時間點非常可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學者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出生點位大約4點的方向 亞美尼亞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點一下這個弓形劇、挖金挖死 每點一次都會增加4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亞美尼亞人經濟上其實很好 而且他蓋下第一個修道院的時候 可以得到額外的一個聖物 所以亞美尼亞人算是一個偏經濟型的文明 他的步兵是他的主力 還有他的寶兵符合弓箭手 他的劍兵勇士可以血量高達100滴血 而且這個能力甚至連傭兵都可以用到 如果你在玩這個團戰的時候 你選亞美尼亞人 對我又有意大利人 你的傭兵的血量會非常多 亞美尼亞人的弓兵路線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拇指環 所以打強弩的時候 遇到有拇指環的文明 可能會射輸了 那亞美尼亞人的騎兵路線呢 他沒有三級麻派 沒有遊俠 沒有大洛馬 但是打起來 分撲爛的騎兵差不多 只差一個大洛馬而已 他的僧侶科技是全滿的 所以在一些情況的時候 亞美尼亞人也會靠僧侶作為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 HERA的地圖一個黃金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看來這個位置比較好蓋TC 右邊這個位置會有點遠 不管怎麼說 這個地圖看起來都是要大圍 會比較好 這邊要圍起來圍過來 這邊再圍過來 這裡圍圍圍圍圍 圍圍差不多 如果圍小的話就會比較吃力 這裡圍過來 然後這裡 再稍微圍一下 這裡稍微TC防守一下 小圍 那這邊就要拉過來 圍到底 那如果你要這樣子圍的話 不如就當著往右邊圍到底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天鋒熊 天鋒熊這邊的黃金 在前方有個位置 兩個地方都有黃金 後面有一塊主徑的位置 這邊主徑位置不錯 而且果子這裡圍出去了 這裡圍可以圍起來的話 防守就會輕鬆一些 天鋒熊來圍了 圍加的部分應該沒有算是太大的問題 說實際也可以考慮這樣子圍 確實這樣子圍了 呵呵呵呵呵 因為如果這樣子圍的話 反而會讓自己的主金 會有暴露的危險 畢竟兩塊附近都已經在外面了 主金自然是要好好保護住的 OK 天鋒熊這邊是選擇了一個超大圍 選擇了大圍 舒服一點 天鋒熊這邊是兩隻棒棒抓掉了 HERA的一村 我們來倒帶回去看一下 是怎麼抓的 沒想到我們沒看到 這個棒棒很早就出門了 好 這邊看一下 這邊棒棒是 哇靠 這個是幾屁啊 這個好有點早欸 8分鐘就來到人家家裡了 OK 這個棒棒直接過來 結果HERA這邊偷織布生實袋 被抓掉了一村 我想說 正常來說 有織布技術要抓掉應該很困難 沒想到HERA這邊偷織布 偷出了人命來 HERA這邊是18匹身風劍的 好 那現在天鋒熊這邊有一村的優勢 現在經濟非常好 那天鋒熊這邊升級比較慢喔 22匹 有點像是那個二棒棒轉黑跳城的感覺 但天鋒熊他的目的並不是要跳城 而是要大圍的關係 所以生實在稍微慢了一點 好 那這裡左邊看要怎麼圍 要不要直接補兩個房子就好了 好 補兩個房子 OK 左邊周圍為死 這樣天鋒熊防守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槍兵趕快按 要補射箭場嗎 還是要補肉馬呢 賽特人城堡賽的肉馬 算是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沒有品種 通常都會轉攻兵路線比較多 原攻兵路線呢 伐木速度又快 二級奴 二級奴兵都有 所以走這個射箭場路線的話 我覺得比較適合 這邊走射箭場 那天鋒熊這邊走射箭場的話 待會奴兵 這邊要是捅個十隻公兵 待會上層喔 再補個馬就 就變成公兵騎士 雙重搭配 然後再往前壓 奉承七字奧索 修道院 你會說哪來這麼多木頭 你猜得沒錯 賽特人就是有這麼多木頭 這就是賽特人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原因 經濟是真的好 好 那賽特人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HERA就會很難受了 這邊勢必要轉出修道院 去跟天鋒熊打這個生頭戰 好 這就是城堡時代的一個接續喔 我們繼續看下去天鋒熊會怎麼打 好 現在經濟有這個一吋的優勢 天鋒熊支援量已經領先HERA500支援啦 HERA這邊是選擇了一個超級大長圍 圍下來了 沒有圍到底 反正圖沒有探乾淨喔 反正以為這邊右邊是空曠的 好 那這裡肉麻一直打木牆 想要給公主壓力 好 這裡已經是城堡時代 結果HERA這邊升城堡時代還比較快 好 這裡稍微修理一下 用這槍兵出來 戳得到嗎 沒有辦法 欸 戳到了欸 剛剛戳到了是不是 欸 聽到ㄉㄧㄧㄧㄥ的一聲 那應該是戳到了 OK 戳到了 戳到了 好 這裡屯幾隻攻兵了 10隻攻兵 OK 這個是一個很標準的 賽特攻兵轉騎士 城堡時代轉二級射奴兵 待會再拉個村民出來 蓋修道院跟投車打第一波的timing點 這一波就可以通常可以一擊 一拳彎胖曲打死人了 很可怕的 好 好 工程器製造所 那這邊天空熊目標是要把村民給守住 好 村民防守住 來 不要死 不要死 好 這裡二級射還沒有點 二級射要補嗎 好 先補一個投石車 好 欸 那修道院還沒有補 好 修道院要補嗎 還是只靠工兵守騎士呢 沒有騎士的話 沒有森旅的話就會很難打囉 因為這個騎士要是上籃硬拆的話 很容易把駝車給拆掉 好 當然HERA這邊是選擇了 森旅配上工程器製造所 好 低打高一發打不死 戰力一發就打死了 爆了 OK 這一波HERA打得漂亮 用騎士吸引助力 然後投車預判一發 差點打到 天空熊這一反應很快啊 躲掉了躲掉了 好 修道院不補 先補了一個3TC開農 打一個工程器潛壓而已 並沒有打算要轉聖旅 好 但是賽特人的槍壁移動速度很快 所以其實也可以靠槍兵去抓騎士 也是個辦法 那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打法 如果天空熊這邊還出聖旅 又轉重裝成槍兵 哇 人家的東西就是有肉滿 那肉滿被槍壁移動速度這麼快的情況下 又戳到又很難受 好 這裡天空熊根本沒在看 不是沒在看 是沒有在控 這個工兵 是工兵 Hero剛想預判 結果 預判沒成功 天空熊沒動 結果這一波天空熊被砸到的有點多 哭了 好 這一波生頭 亞美亞人拿下了優勢 任不可以世界冠軍 3TC開農他 好 當然天空熊這邊支援量只是小小 數一點喔 抽人數大概差了10隻左右 喔 這裡高打低 可以在血量拉起來之前再投了一發嗎 但感覺會自己先被換掉 來不及走了 喔 打了一發 再來 左邊拍死 沒有拍左邊 反而是拍正面直接拍死兩個單位 Hero這波打得漂亮 好 但沒有關係 剛出來拉兩村 所以現在還可以 好 救贖叔叔想點掉了 待會就可以直接兩隻生女直接招 好 開招 投石車 風箭手往前 完蛋 這個投車被釣出來了 Hero這邊有點小小的被勾引到了 好 那這個生物三個千萬不能被打噴出來阿 頭車 生女 看誰的操作更好 正面擠掉了一台頭車 生女快要照相大的時候 唉唷 終於打到這個村民了 但是大家是自己的頭車被換掉 這裡生女不能硬招 好 繼續修 繼續招 好 找到了 這波天空球 沒有看 以為是招工兵嗎 結果招的是頭車 但沒關係 貼近就好 然後貼的夠近 頭車就不能丟石頭 工兵沒事 但壓力現在減輕了很多 只剩下一台投石車 Hero這邊再繼續按村民 轉出了複合弓 好 一進到 強化教堂的射程範圍內 哇 左右開攻 然後這邊一直把生女收進去 太狠了 讓天空熊的頭車 不知道該打誰 不打生女也不行 打了生女又會縮進去 這就是剛剛天空熊的難處阿 那往前的話 又會被這個強化教堂給射到 可以看到這邊工兵的血量已經很殘了 這個開局三生物是真的舒服 好 Hero這邊從左邊 開始 往前走 轉了你著想 硬招嗎 不要吧 哇 來不及收 掉了一隻 沒有神聖思想 還敢這樣打 Hero你 不應該這樣 你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沒有神聖思想 又是低打高 好 還 這樣子硬招 攻兵 好像哪裡怪怪的 好 果然被點掉兩隻生女了 好 那天空熊 這邊兩台側的車 繼續炸 攻擊速度是真的快阿 拆這個強化教堂 血量掉的很快阿 好 繼續拉更多的村民過來修理 好 Hero這邊 下了二級射 彈道學 後面路線從後面直接過來 好 直接擋 哇 直接吃了一個大碗的 Hero這邊失誤 跑車 剩下一點血量9D 要怎麼預判呢 Hero一個預判 還是拍到了一下 前方抽死車 移動 射掉 想招 再調戲 再調戲 點掉了 最後還是點掉 OK Hero這邊用複合攻擊手繞背 結果撞城堡 吐了 左斜的 還想點村民 你有彈道學 我知道 但也不用這樣吧 生物還撿走了 這什麽 這什麽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 減生物嗎 哇 還扭腰 躲掉頭側的傷害 吐了 倒了 趕快 再來一隻聖旅 繼續按一下 把這個生物撿回來 就是生物了 哇 Hero真的是世界冠軍的Label 這個扭腰真的很精彩 好 現在兩邊要來準備生帝王時代了 Hero這邊是農田撒的有點少 現在生帝王有點困欸 我要再補一些田啊 只要補到35片 或者40片 然後後面 才我本場 去點這些帝王時代的科技 好 這邊直接走了 戰鬥祭司 但戰鬥祭司直接被打倒 第二個戰鬥祭司來了 天空熊也很想要去爭奪這一台 這個生物 應該是拿到了 戰鬥祭司移動速度過快 0.85的跑速 地板的生物只有0.7而已 好 這邊用弓箭手去射投石車 還是有點危險 好 Hero要剪下帝王時代 復合弓箭手已經慢慢全行 來到十字字的數量 但兩邊都沒有打 偷家路線 是正面進攻 好 Hero這邊開始轉步兵了 復合弓加上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金冠技術 通常是會讓亞美尼亞成為最強的正面主力 OK 那現在 有這樣子的轉兵 待會正面的衝突 問題就不大 因為如果賽特人天空熊 這邊只要轉出太多的松蘭武士 這些復合弓 要是被包掉就會很難受 還是要有些東西擋在前面會比較好 這個白血劍勇 確實是打松蘭武士的正面 很好 的一個單位 造價便宜 好 這邊慢慢守司 Hero這邊 帝王時代 還有 35秒 天龍熊這邊則是1分35 兩邊差距大概1分鐘左右 天龍熊在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做出太大的騷擾 而是正常的開農 找到這個最後的生物了 哇 Hero這邊有5生物啊 黃金跳得好快啊 好 那天龍熊這邊是點下的步兵鎧甲 縱火技術一攻 科技慢慢補上去了 那Hero這邊想要蓋萬里長城 結果被天龍熊遛了進來 村民只能跑 我們這手要去左邊幫忙一下才行 好 村民拿過來打架 先抓到這一隻村民 右邊 組了一些房子 天龍熊也想要補萬里長城 兩邊都是一個萬里長城的節奏 好 所有弓來了 好先點下了三級色之後 雙手劍兵 練甲 還有這個軟甲 怕穴 都依序補下了 那這些科技補一補 最重要的東西是這個金冠技術 金冠技術 待會還在點一下 金冠也是蠻貴的 還是要先點劍兵勇士呢 好後面再補一個城門 左邊就已經圍好了 化學點好 複合攻的傷害已經來到了極限 一下八滴 看得沒錯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 搞定 那現在複合攻的優點 就是可以穿甲 他每一個傷害 都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 但是不含工程器單位 所以賽特蘭這邊打複合攻最好的辦法 就是出頭車奴炮 或是大量的收藍武士 都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姐 就是比較好的姐 好 那當然也可以轉戰毛兵喔 但是複合攻打戰毛兵 又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就很微妙 好 複合攻打戰毛兵 居然有額外增傷 這個蠻特別 好 那亞美尼亞人遇到工程器 該怎麼解呢 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生旅 印刷技術 神權政治 啟示思想 還有這個 一端斜說 一端斜說 一端斜說可能沒必要 因為也不被召回去 可能就是這些科技喔 一點點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開始召到敵方的工程器 但現在兩邊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兩邊都有點害怕 不太敢開打 HERA這邊甚至上了大死牆 打這麼防守的嗎 好 現在HERA金罐也點下了 白血劍勇已經成形了 只差攻擊力 那現在HERA這邊打劍勇之外 也想要轉移一下騎兵路線 兩邊都是 敵不動 我不動 敵動 我也動 現在HERA也在試探一下天空熊 這邊的想法 你要怎麼打呢 這邊奴炮很多 想要直接過去手撕 有機會摸得到嗎 OK 摸到了 但是還在拉奴炮 哇 白血劍勇真的很坦啊 好 奴炮拉得好 一台奴炮都沒粉絲 所有弓上前點掉兩隻弓兵 但這不是問題 問題是這一波打起來 做點劣勢 這裡看要不要把巨頭給解除 攻城了 因為舞台巨頭來了 這個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會被秒殺 還是要拉些抽名過來直接應修 這要解除了吧 解除了解除了 正在整裝 跑了 打到最後一刻才跑 現在精銳也點下了 精銳複合弓 血量多5滴 現在轉了一堆騎兵 待會應該是先轉肉馬 然後三攻 因為這裡用黃金投資重裝騎士 其實不太划算 人家是攻城器 特別厲害啊 好 轉了一些肉馬 反而是劍勇沒再出了 Kera這裡意識到 這裡再繼續用劍勇的話 只會被串爛 人家是縱形弓炮 好 縱形弓炮非常強力 就算是肉馬 也會被串燒掉 但肉馬至少不用黃金 機動性也比劍兵勇是好 好 第一個城堡 天空雄已經拿下了 好 開始轉槍兵了 好 大量肉馬往前 天空雄就被弓炮拉打 好 好 順利的串道 ok 那這些奴炮已經擊殺19人 這些復合弓 要追上有點困難 右邊已經圍死了 好 所以我這裡還是開打了 奴炮開始串燒 好 成功招搶到一台奴炮 Ara果然轉出了生旅科技 右邊的賽特人 倒地的數量非常多 倒了快一半左右 復合弓殺敵能力也是相當好 已經處理了26隻的單位 好 這隻復合弓要送掉了 倒地 繼續招翔 這個被招了 這個也被招翔就沒機會跑了 看能不能拖掉生旅 勝率往後拉 快 往後拉 不用往後拉了嗎 直接正面硬扛 這什麼東西 看不懂 巨頭路程 左邊五台架起來 打掉兩台左邊的巨型投石機 正面的兩台巨頭 能夠拿下嗎 應該可以 成功拿下 這個石頭開丟 攻擊速度很快 洛瑪在這邊想要去吸引投石車的火力 OK 吸引到了 但是一台投車殘血活了下來 Hera沒有自以為控制 一滴血的投車就這樣子擋了下來 這就是賽特的 賽特狂熱 太猛了 好 在這邊擺起劍勇 洛瑪 富爾弓 僧侶 全部的東西都衝了出來 開始打正面了 好 這一波繼續僧侶 去招翔後方的火炮 火炮一直一直的被招翔 這個一旦叛變就會很難受 好 現在 後方的富爾弓 防守住了 天火熊的松蘭武士 沒有辦法突破 天火熊的松蘭武士 答應突破後方的防線 只要一到後排 就被富爾弓給射掉 白血劍勇 成功摸到了劍兵武士 好 答應有點殘血活了下來 好 成功奇跟寶 天火熊沒有打算放棄這邊的據點 好 左邊怎麼到了前面伐木人呢 然後我覺得天火熊這邊 除了打正面之外 也可以考慮喔 轉一些大衝撤 從左邊慢慢喔 開始進攻進去喔 配一些松蘭武士 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軍力就會被分散掉 那我覺得這是突破現在的窘境的好辦法 畢竟是塞爾特人喔 他就算不打松蘭武士 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的喔 雖然你平種 但是打村民喔 是綽綽有餘 OK 那現在 劍兵武士 15隻的數量 從左邊 開始繞行 吃個馬就 補下 喔 天火熊 真的是要轉馬了嗎 這個不轉馬真的不太行喔 因為現在黃金會一直被消耗掉的問題 蘇蘭武士雖然移動速度也快 但是要打僧侶 終究還是沒有抗招爽的效果 那如果自己轉了一些肉馬 打複合弓也比較划算一點 今天複合弓 打肉馬本來就沒什麼防護力的單位了 好 那現在大軍壓進 ヘラ這邊沒有轉頭死車 也沒有想要轉的意思 這些奴炮其實轉頭車可以解的很快喔 不然就是要用更多的肉馬去解掉 好 這邊招翔 應該招到了 這次只招同一隻 並沒有分散 招翔的門套 好 開始分散招翔 賽特人 天空熊點下了一段邪說 被招翔之後馬上就暴斃 好 左邊的劍勇突然開始守司城堡 反而是天空熊這裡先被騷擾 Hera這邊直接外裏長城 擁有主動權的騷擾能力 哇 這個城堡血量掉得很快 我們看這個城堡血量慢慢掉 這邊開始撤退 這裡拉了一頭送男無視過來救 點了進射孔 可以設城堡下放單位了 看天空熊的城堡 石頭也被打到鬼裡 天空熊斬出了大肉馬 OK 有大肉馬就可以亂竄了 從這邊竄進去也可以給到Hera 很大的壓力 不能再這樣繼續打正面了 再這樣打正面 虧越打越虧 巨型頭司機的數量來到了舞台 好 等舞台巨頭 要怎麼打呢 好 肉馬推了往前 做個包夾 哇 複合弓也往前直接硬扛啊 這一波Hera鐵了心 要往前全收 後面勝率也是一直招 複合弓終於點掉這些銀砲 但自己的複合弓的數量反而不夠 雖然武士移過來 有點虧不成軍 肉馬也是到了後方 想要抓到生女 生女全部趕快撤到強化教堂裡面 再放出來繼續著想 不行喔 這個還是會被抓 吐了吐了吐了 好 後面的守住 好 複合弓這邊再次擋住 天空熊現在有大肉馬了 可以往後送了 好 OK OK 這一波大肉馬確實打到了點東西 有沒有 真的是賽爾特人的大肉馬 感覺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是抓村民很好用 好 後方肉馬一直繞 現在正面 Hera很努力的用新奇兵去追擊 沒有品種只有75滴血 那亞美尼亞則是有80滴血 以血量來說的話 Hera的清奇兵 還比賽爾特人的大肉馬 血量更多 好 右邊這裡直接抓掉一台 巨型托斯基 天空熊這裡不錯 抓了一台 但是這裡也架了起來 這一波很緊張 感覺短時間內就要分出勝負 不然Hera的黃金會慢慢找死 天空熊的經濟 因為五勝物是在Hera這裡 好 這裡直接攻城 但巨型頭實際 直接被肉馬給敲掉 完蛋 只剩下一台巨頭 後面復合弓瘋狂輸出 打掉了大量鬆爛武士 天空熊這邊只剩肉馬 變成主戰力 龍炮也只剩少量幾台 Hera最後是實用經濟 淹死了天空熊嗎 但天空熊還沒有放棄 只剩下肉馬 還是能繼續打 而且有肉馬 抓生魚也輕鬆多了 好 這一波天空熊 有點炸裂 哇 這邊村民被七七兵抓到 Hera的亞民亞的肉馬 開始做出了一番大事 幹大事了幹大事了 天空熊村民處 稍微有點下降 農田來到81片田 其實可以再灑一些 如果現在存走肉馬路線的話 可以來到90片田 甚至可以考慮100片 然後木頭稍微少一點 反正自己的伐木師都快 好 但這邊還是很漂亮 有少量肉馬 溜了進去 好 這裡肉馬 省事了一些 喔 但這邊怎麼門窟大開 無三櫃開門 Hera這邊有無三櫃啊 溜很多大肉馬 往後衝了 這裡的村民趕快收村 好 但 Hera也是不甘失落 你繞我 我繞你 好 沒問題 好 複合攻 趕快擋住正面 這一波肉馬衝進來 死的死 慘的慘 這裡最重要的事情 Hera趕快造巨頭 繼續給青雄更大的壓力才行 不然這邊會有紀錄非常嚴重的交處戰 好 結果後面這一頭兵沒能防守 喔 三公的肉馬 四刀砍一村 是很快速的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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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青騎兵 在後面瘋狂繞 肉馬正面 往前頂 不成功 擋住正面 劍兵武士扛住 青騎兵往前 大肉馬拆掉了一台巨頭 天空熊成功拿下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完蛋 只有拿下一台 天空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把Hera打得十分漂亮 天空熊這邊也是打到零零盡致的 也確實把賽爾特人的後期 中期 前期 這些打法 這一系列的打法都有打出來 那如果你喜歡玩賽爾特人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天空熊這一把的流程 打得是厲害 那天空熊這一套打法 基本上是遇到一般的玩家 就已經秒殺了 但沒想到 他這把遇到是世界冠軍 Hera 那就沒辦法 Hera的抗壓能力震太強了 而且這個萬里長城 也確實見得漂亮 雖然一直有五三櫃在幫忙開門 這又在開門了 一言不回就一直在開門 不知道在幹嘛 好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這就是由 Hera 拿下資源上的勝率 五生物 產了4700塊 正式到後面就是財富製 什麼都不幹 就遠遠不決的被動收入 非常的舒服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過了 二位 二位 我想知道 百中 一位 三位 五位 四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